另很多在美国开车的司机不解的是 为什么在被警察拦停后 警察在下车接近自己的车窗之前 第一个动作是先触摸车尾灯 这其实是警方一向实用的常规战术动作 在后视镜里看着警官朝你慢慢走过来 当然会令人不安 特别是当你发现他们在朝你要驾驶执照之前 先要触摸一次你的车尾灯 这是每个叫停汽车的警察 都会执行的例行操作 他们这么做的最大原因是 留下和你的车遭遇过的证据 警察触碰车尾灯是为了在尾灯上按手指引留下指纹 指纹证据将证明他或他在现场 只有在驾驶员和警察之间的互动导致刑事调查时 才会使用指纹证据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司机上路可能边开车脑子里就开始想其他事情 然后错过了限速标志 当意识到自己在超速行驶的时候 往往已经是在被警察拦下之后了 警灯一闪 你的车对警察来说 可能里面正坐着武装劫匪 行车记录仪和执法记录仪出现之前 在尾灯上留下指纹是警察留下证据的主要方法 如果汽车逃跑 调查人员可以根据留在车尾灯上的指纹追踪到相关嫌疑人 现在尽管已经有了很多新技术 但美国警察仍然坚持这种老派做法 而一旦视频证据碰巧损坏或丢失 这也将有助于其他警员追查车辆行踪 触摸尾灯有着悠久的历史 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警察第一次开始在高速公路上巡逻的时候 他们每次接近蓝亭的汽车时 都必须为潜在的危险情况做好准备 假设接近车辆的警察被枪击 那么至少他的指纹会出现在车上 摸尾灯的动作帮助他们更快地找到了许多伏击警察的罪魁祸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